虽然防疫规定被指过于严格 让不少的新都教徒愤慨难平 可是今年总算可以庆祝活动了 还是一个小确幸 在黑风凳全国最大的新都庙 今天就迎来了数以千计的信徒 祈福还愿 虽然气氛不像疫情前的万人空巷 但是受访民众都坦言 能够亲自到庙宇还愿 内心还算舒坦 马上跟谁进头 看看各州的大宝森节庆典 景渊大清早驻站岗直勤 黑风洞在大宝森节重现生气 苏巴马连新都庙 今早迎来数以千计的新都教徒 一些信众穿上象征纯洁的黄色服饰 赤脚头顶牛奶罐或祭品 缓缓走入庙内 相比去年在新冠疫情下的种种限制 新都教徒今年除了获准欢庆大宝森节 更难得可贵的是 能够亲临庙宇返院 我们很愉快能够能够 祝我们这个年代 因为我们不可以 所以这一年我们很高兴 在这里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充足一下 我们可以充足一下 这是一个好业的工作 去巴特洪森节 去控制住人的 然后保持全都 帮助他们充足一下 所以在这一年 2022 我感到非常感到 按照规定 信徒虽然不能举行卡瓦迪仪式 但在音乐伴奏下 小规模的审免游行 依旧为庆典增色不少 当局今年也严禁临时摊荡 避免人潮群聚 大约1300名警员 到场戒备 确保民众遵守 标准作业程序 在罗佛 则是有26个新都庙 获准举行 大保森节庆祝活动 其中7个获准游行 位于新山 这间规模比较小的新都庙 气氛略显冷清 只有20%的信徒 趁着大保森节 到庙祈福还愿 这段时间不太多 只要很少 不像前面 他们都接受 SOP 当时有警察 保健康 和MKN 他们在看我们的地方 我们有10天 我们有10天 他们说 我们要接受 什么他们要 大宝森节是新都教徒 忏悔赎罪和感恩的节日 庙方为信徒剃头 表达对神明的虔诚信仰 按照现场观察 头顶奶服在内的献祭仪式 都仅然有序进行 庙方每天获准接待的信徒 是一千人 出席者必须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槟城乔治市山顶新都庙方面 庙宇外围从清晨五点 就开始设置特别通道 控管人流 每次批准一百五十人 进入庙内还愿 有善性坦言 以往可以在庙内逗留 大约半小时祈祷 可是现在只绕了一圈 三十秒左右就赶快离开 即使防疫规则严禁 可是依然热闹不减